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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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给看看二十岁去 可不是嘛 我得去看看他去 要不然误会是吧 是 东山大夫 好人你是 我记着呢 我去了 我记得这些什么事情 那我记得 什么事情 咱们很大 这些所有的女生 都保证我 都保证我 都保证学了 我认为你的 地底下 你能够 你没关系 我认为你 东山大哥 你说你们这老哥俩闹的是哪一出啊 怎么哪儿都有你 东山大哥 三万 六千 十二台主机的钱是这件的 对对对 没道没道 您还得让我去那边下载软件安装系统呢 当然了 那那得再加三千块钱 怎么 那电脑是不是你组装的 出了问题 你不应该负责任呢 这事回家问您儿子去 您儿子让我挣的钱呢 你挣的这是魅心的钱 多少 三千 一点吧 就凭您对儿子这份心 我说的话你记得呢 记住了 我是做生意的人 只管挣钱 别的事我不管 老爷子 发票您不要吧 我要 你给我报啊 我跟你说 电脑修好之后 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您 我昨儿晚上太困了 我就睡得早 我手机给关机了 你找我我就没听见 你知道吧 我打 不是你找我有事吗 我没找你呀 不对呀 东山大哥说你急的这 打我手机说我关机了 电话都打家里来了 说你找我 没有跟你打电话 那这 真没打啊 真没有 我说没跟你打 完了完了我上当了 这怎么战大哥 行行那我赶紧走了啊 我有事我来不及跟你说 明天明天说 你等等你等等 咋了 你怎么回事 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 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 你知道我在准家有多忙 我请个假出来有多不容易 我知道我知道 明天这儿见啊 明天我给你解释什么事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二岁 我真的 李先生 什么人哪你 吓我一跳 哪儿都有你怎么 我还说呢 我说咱俩怎么这么有缘 哥哪儿都能碰见 您上哪儿去 我送您 用不着 我自个儿去 别 李先生 等等 李先生 您还是上车吗 我还正好有些事 咱跟您说呢 你能有什么好事啊 说吧 什么事 又关于我儿子的吧 哎 您还真猜着了 还真是关于您儿子的 我从有些记者那儿啊 听到了一些消息 他们说 李良当时捐的那个电话教室 根本没捐够二十分 炸捐啊 你想也是啊 这二十分块钱买的电脑 不至于质量这么差吧 没多久就坏了 真有可能是差距 行 又一套是不是 不是 那套不行又一套新的是吧 这不是我说他们说的 我儿子他是个实诚人 他只管这个给钱 要坏他也是无良商人弄的呀 他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又来新招了是不是 是 李先生 那现在这个不良商人在哪儿啊 你得找着那个不良商人啊 找不着的话 那您儿子 我估计是挑进黄鹅里也洗不清了 您琢磨吧 我估计我们家现在啊 这个后爸 找着那不良商人啊 李老爷子 您看您这 这事怎么说呢 张老师 李先生已经捐过一次了 哪能再捐第二次了 不是提醒过你这事吗 我再三说休休就行了 我不知道李老先生 张老师 王校长 什么都别说了 这是我儿子想办好事 没办好 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 这次特意让我来 一定要把这件事啊 办圆满 这是我儿子的心意 太感动了 张老师 赶紧联系保守局 别别别 千万别 我儿子脾气您也知道 他不愿意宣传自己 这次特别嘱咐我 一定要保密 免得别人啊 说他自我炒作 那个王校长 张老师还是请求你们 保密好不好 对 像这样的好事我 王校长 李老先生 人家李良老师吧 做好事不愿意留名 对 那我们就尊重李良老师的意愿 哎 就捐过一次电脑 对吧李老先生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别开车点 好办 刘伯刘伯 好 王校长 慢点啊 那我就走了 过些日子我再来看 行吧 好 好 慢走啊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停 站住 你停车 停车 就是你 就是这个商人 我见过他啊 你给我说实话 就是他卖电脑 李良到底给你多少钱 二十万块钱得点到知识 你怎么没事 又恶事 你要不说实话 我就说什么实话 开车没你的事 没你的事 开车走 别走 你干吗呢 告诉你 车门我记住了 我找得到你 找谁啊你 你干什么你 李先生 因为老儿子还够拼的呀 你叫他来干吗呀 他是电脑商人 电脑有毛病 我让他来看看怎么了 修电脑 那我也进去 知道了 那谁要不欢迎你 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李良到底捐了多少钱 他是不是有欺骗 跟诈捐的行为 你胡说 什么叫诈捐 都在两个诈 你别说了 你回去我再跟你村长 你把他闹走 郭记者你走吧 没你事的你走 李先生 我知道 你儿子一直不认您这个父亲 但是您知道 您那个道貌岸然的儿子 有可能在诈捐哪 你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你有证据吗 证据就在学校 我进去看看就都知道了 我们学校不欢迎你 而且李良先生 根本就没有诈捐 他捐的四十台电脑 现在就在学校里面 还这么用着呢 你听听 可是你们说的 四十台电脑 坏了一大半啊 是我们自己不会用 人家电脑伤人 今天检查过了 没有什么大事儿 全都没事儿了 有没有事儿 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告诉你 这传的就是你最好人 你说别人诈捐 你自己怎么卷一个看看 自己不干好事儿 别人做的好事儿 你就该说三道四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报警 你凭什么报警啊 我是来揭露实实真相的 你 走 放心 走 走 对不起 是我 老李 你听我跟你说啊 那个记者 可能把你的车牌号记下来了 他会去找你 没准还给你钱 听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跟他说了实情 别忘了 你用那个淘汰的硬件 组装电脑这事儿 我要不上工商局告诉你 我不姓李 听清楚了吧 行 就这啊 喂 乃薇 喂 乃薇 你 你什么意思 谈什么呀 行 你在哪儿我找你 好的 真累死了 干嘛呀 干嘛呀 我们俩人出去 溜达溜达 这不是早回来了吗 怎么你出去啊 我有点事 哦 李先生 您来了 坐 走 找我干嘛 不好意思啊 把您约到这地方来 这管得有点小 要不是一大佬 在你们家门口等着你 我这也不会这点儿再吃饭 你监视我们家 嗯 我可没监视你 我那是在找证据 找什么呀 要不然我就这么着看实话 跟您说了吧 我一直怀疑 您说捐的那个 电话教室 捐了二十万 实际上没捐这么多 你是在诈捐 那天你的亲生父亲 无意当中帮我找到的 那个电脑商 但是呢 你这个养父啊 把这事给掩盖下来了 不过没关系 您觉得既然这个电脑商 都已经找到了 这事您还能完多久啊 你觉得你在这儿 胡说八道有意思吗 我没胡说八道 事实就是这样啊 您就实话实说吧 当初说捐了那二十万 您到底捐了多少 二十万 就是二十万 确定 怎样啊 二十万 二十万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要干吗呀 你有个千万 别后悔啊 不是想干吗呀你 李梁先生 我说话跟您说了吧 我这也是被逼得走投污辱 我才这么看呢 陆波跟您说了吧 包社把我给辞了 我想去陆波那儿 弄个宣传策划的 你看他也不收留我 您看 要不跟陆波说说 让 让他收下我行吗 你是否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啊 李梁先生 这不就是交换的条件吗 是 我知道我跟你们比不了啊 咱都是写字的 你写个字 随随便便几十万就进账了 我这写一天溜溜才 挣一百块钱一篇口子 咱都是男人对不对 我现在没工作了 没工作就没了尊严啊 没了收入啊 李梁先生 我求求你啊 你跟陆波说说 让他收下我 好不好 如果他不收留我的话 那您帮我找一个 就适合我干的工作就行 行不行 只要您帮我找出工作了 这乍捐的事就没有乍捐 这是收钱 其次以后 如果说我要帮你 我也是觉得你挺可怜的 可是我不能接受你的敲诈 我这不是敲诈啊 我这是在求你帮忙 你求帮忙 我也得看人家能不能答应吧 人家陆波不答应 我就逞诈权 你这什么逻辑 行行行 好 您回去问问 如果陆波不答应了 您帮我 您只要您帮我了 这乍捐的事就没有 没有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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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的话咱们俩别提了 好好好 没有 没有 没有乍捐 没有乍捐 您只要帮我 就什么事都没有 行行 我知道 我 我给你看一下去 好吗 我走 您没走 哪呀 服务员 这位先生要结账 这边结账 现在也可以接我 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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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大哥 你快给我出出主意 行不行啊 这事我也真是实在实在是 没想到 真没有想到 你说我要是能想到了 不管我儿子怎么样 我不会害我亲儿子吧 对不对 你说 哎呀 真是 我真是想不到 你想不到 我才不信呢 你是多聪明的人呢 别人啊 是能得吃不下 你是能得吃不饱啊 但是这事 这事我真想不到出去 你想吧 这种事 都是我这样的人干的是不是 你能想到李良会诈捐吗 干吗 什么叫诈捐 什么叫诈捐 你还说 你没明白 我明白什么呀 李良是捐了二十万四十台电脑 好好在那摆着呢 怎么就成诈捐了 你还是没明白 你听我跟你说啊 花二十万不佳 买了电脑摆着呢 可是学生们用两天 全坏了 为什么记者老是盯着他不放 这就是诈捐啊 谁先说的诈捐 谁说的 是不是你说的 没有啊 这这 这他们说的 你没说 那记者怎么左一个诈捐 右一个诈捐 我 我真没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 好 不是你说的 谁领的记者来的 我呀 这不接了吗 不是 这不接了吗 你 你听我说 东西两哥 这个记者 他说他能帮着李良 挡住泼向他的这盆黑水 我一听好啊 这不正好是为李良 洗清的机会吗 我就带着他上学校 没想到我上他的当 李良这回肯定是气死了 我说什么也没用 大哥 我把这事跟你说清楚 一会儿他一骂我 我呲 我就回屋里去 你给我挡着 你劝劝他 我劝他什么 我说是你领的那记者 去的学校查的那电脑 你怎么还没明白啊 你跟他说我是好心 我是为了帮他洗白 我没想到好心干了坏事了 你再说 帮忙说说 帮忙 帮忙说说 我走了 先别走 我记得你行李不多啊 收拾收拾吧 收拾收拾搬出去 李良 你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嗯 你认真地听我给你解释几句 嗯 这个事它不是这样的 嗯 我原来呢 我是想替你洗白的 没想到越洗越黑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害你 我如果是害你 已经都害完了 但是你记着 你害死我 这个家都不是你的 知道吧 搬吧 赶紧收拾东西 我让他搬走 好吧 不是李良 那你让他搬 搬出去他住哪儿 嗯 这个您别担心 别再咱唠一个说是 儿子把亲爹赶出去这个口实 李南那个房子呢 没人住 你去那儿 好吧 你不是和牛二翠要结婚了吗 你们俩不成了吗 成了 去那儿 好吧 你你不用你不用跟我这样 你不用跟我宁眉瞪眼的 去那儿去那儿住 李良 我告诉你我没有那样想 我是为了你的房子吗 行咱不说这事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 提我给你解释解释 我告诉你 这个家是我跟我爸的 我不听你解释 我说了算 搬走 我不跟你吵 我先出去一趟 我回来接你 好吧 我去趟土锅那儿啊 我去趟土锅那儿啊 去吧 也许我这人根本就不应该有家 哎呀回家这事让我给搞砸了我 真不舒服 不顺心 不顺心 好 收拾东西滚蛋 哥 你上辈子 干了什么好事啊 修了一这么好的爸爸 你这是哪个 我东山大爷呀 怎么了 我去找电脑商了 你知道我东山大爷干什么了吗 他跟那维修师傅 把那坏了的电脑 都给修好了 修不好的呢 自个儿花钱补上了 哥 咱不愁了 那郭敏根本查不出来了 我平了 没人知道真相 我爸 我明白了 您这养父啊 是千方百计地在帮你 您那亲爹呢 是想方设法地在害你 这人跟人的差距哦 我 我 我 没去李男儿住 去李壮那儿了 他说想跟小儿子住些日子 我没拦着 也好 让他跟李壮住些日子 不管怎么说你们这种关系啊 你们俩人彼此都先冷静冷静 怎么了 孩子 累了 我看着都累的 原来你早就知道 知道什么呀 电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谢谢爸 你什么也没干 我也什么都没干 我只是想说的 咱们这名人能不能不当 太累 我看着都心疼了 我疼了 当把路过的这个书卖得七七八八的了 都老老实实做付我这教书家 好的 你看呢 你看看 你累了都有白 zab 我 我也老了呀 胡说 你俩爸爸都在呢 你没资格说了 李壮 李壮 我可找到你了 我到你们公司去 公司告诉你 在这儿呢 您不跟着您的库儿子 找我来干什么呀 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也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在他那儿 再这么想轻浮了 我 我从今往后 我搬你那儿去了 我跟你同堪共苦 算了吧 小辉还在呢 你去也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啊 那不是三间屋子呢吧 对不对 你看 你得上班 小辉得手摊 那我在家 我有个照顾我跟你吗 您不让我照顾 我就谢天谢地了啊 爸 就因为您 我丢了原来的工作了 现在这搬家公司 干活累不说 挣得还少啊 小辉这个病 他一天也离不开药 我也没办法呀 是不是 那行行行 我还是上他那儿去住吧 别别别 爸 你说我也是您儿子 你不能不管我吧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见着结果都给你钱啊 我真是他 是 我身心里 我才知道 你都没理有 你真是 死我啊 我 pró� 不要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们也成心的 好不好 你不要 我要 就是你看看人家多少成年 哥们已经成心了 看中了 我也看中了 连墨迹别瞧一样 瞧你连墨迹呀 你不要 我要了 多好的实料了 一摸就知道 行家都知道 你想到我还是为人家作孽的儿子 啊 找你 那跟着我干吗 你跟俩有事了 你干吗 李梁先生 我在工作呀 你什么工作 你不辞了吗 是辞职了 但是 在没找到新的工作之前 跟着您 就是我的工作 你想干吗呀 您是不是不想让我跟着您呢 对啊 那也行 要不 你先把今儿的工钱借了 这 您这是干吗 还跟钱扶不去 李梁先生 我发现我都快爱上了 我真的不希望您身败重脸 李梁先生 明天见 回来了 爸爸 你看珊珊弹琴多好看 怎么弹怎么好看 等珊珊大了就让她学弹钢琴 我可不想学弹钢琴 回来了 饭好了 珊珊 那你长大了想学什么呀 我呀 我想练舞蹈 跳舞啊 嗯 好了 我就说呀 嗯 你们公司 还有没有这个 岗队 看看这个 能给我安排个人吗 学生要分配啊 这也没到毕业季啊 没有 有个朋友 没有 你见过记者 在单位那辞职的 然后问我有没有 能帮她安排的地方 城市时报那个郭明 我记得你跟她关系一般呢 怎么想起帮她了 还行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 这这 算朋友 我觉得你没必要揽这事 说到这儿了 那你说我也不好说 一下就拒绝嘛 人也是 以前做记者的 对吧 不合适 我那儿没有什么合适的职位 就算有 我也不想找她 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觉得人一看起来就是小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帮她 你不会有什么事在她手上吧 有些话可能我不该说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夫妻 我觉得 这个名人不名人没什么关系 如果因为名气 你被小人敲诈 那就可悲了 没有 我说了 这个她的事咱们不帮了 好 好吧 那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公司在上海有个分部 我提交了申请 珊珊呢就先在家 爷爷照看着应该没问题 我先去上海看看 你去上海 这儿呢 咱家呢 你觉得咱俩现在这个关系 不应该暂时先分开吗 与其在家里这么分居着 让家人看着好吗 就说我去上海工作 出差去了 这样对老人有个交代 我没有 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你干吗呀 我知道你没有对不起我 我想选择一个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个事情不讨论了 好 我这两天就去上海 这还真早啊 家在这儿去上海干什么呀 爸 我就出差两天 珊珊 在家听话啊 妈妈再见 我 我开车送你啊 不用了 公司有车在门口等我呢 公司有车在门口等我呢 那我走了啊 嗯 珊珊 回去拿书包 我送你上去 李亮 你跟刘威没事吧 没事 原来好好移个家 这是怎么了 箱子 不讨论了 你不讨论员吗 你不讨论了吗 Father,你也不讨论了 你不讨论了吗 你不讨论了吗 看着我了 你看 你看这个美碗 对 非常明显 没过度 到这儿就锻炼了 对 不是 你看你看你看 这这这不都看着都是玉吗 这怎么很神说不对 人们都给你开了窗了 这个都是 这一块是好玉 对啊 但是跟这本就根本就不搭了 董事伯 你看的这一片 是个贴片 你说什么 是个贴片 什么贴片 你怎么就能证明它是个贴片呢 那个裂痕不一样 它不是天然而生的 明显是贴片 如果不是你自己找人做的 那你就是被人坑了 我花那么多钱买块玉 我自己找人做个贴片 你们这是什么话呀这就 我看八成是被人坑 你们可是专家呀你们 我们说的都是 别 别 别吓唬 没 没 我们都 我指着他呢 我 我 我们都是说的实话 我们也干了几十年了 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二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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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给我说句实话 这 他现在这个值多少钱 不值多少钱 因为他是个贴片 从这块整体 假的 你说这 你们两个肯定说假话的 一定说假话的 我们的意见也比较大了 就这样 好啊 你们是不是嫌我钱给你们少了 你们再给我来鉴定 我多给你们点钱哪 别落我 值一千五百万 值两千万 值两千五百万 你可把我给坑苦了 坑苦喽 让我怎么活下去 让我这后半辈子怎么过 反正这块玉给我蒸脸呢 没想到 伤这么大很大 害死我了 真是魂都没了 命都没了 我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了 二岁 老东西 你在哪儿呢 我被人家给撵出来了 撵出来就撵出来吧 反正也没什么奔头 你胡说什么呀 别说了 你赶紧过来 我在街心公园等你啊 哎 喂 我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啊 喂 你左右 没事吧 医生 家属来了没有 没有 我没事 我带着钱呢 我有卡 您说吧 我们还是想跟家属啊 一起商量一下 你把家属请来吧 我这个人很坚强的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 是不是 病得很严重啊 你的胃里啊 长了一个刘总 可能还比较严重 有恶性的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 也要住院 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要住院啊 对 那我 我给家属打个电话好吗 不是说没家属吗 我给家属打噻 只要是 一手 只要是 那我可以 像属打噻 那我现在是 哦 应该是 二翠 老东西 你干什么 你是怕我赖上你吗 你怎么电话都不接了 没有啊 我在医院呢 二翠 我生病了 挺严重的 病了 骗谁呢 唯一没有工作你就病了 你到医院来一下呢 我在这儿等你啊 你来了 真病了 真病了